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际间也捋过大家 被誉为时尚艺术家 其实他从小为这座画家 舞也跳得很好 但一想车祸改变了他的人生 甚至有过寻短念头 但凭着不服输精神 从谷底翻身 藉由设计完成画家梦想 一身华服霸气登场 优雅自信走在伸展台上 细看model装扮 传统台湾花布搭配汉服水袖 歌仔细常见的大披风 还有西洋风裙与蕾丝 东西方元素巧妙融合 毫无违和感 幕后推手就是他 无量仪及服装设计 美姿美仪彩妆造型师 等身份与医生 但最贴切的应该是时尚艺术家 五年年代的花布 搭上五年年代的蕾丝 去做出来的这样子的整件 那个效果才不会那么突兀 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的红配绿 在无量仪的巧思下 竟然能融合出另一种时尚感 还拿下2004年与06年 被誉为亚洲时尚界奥斯卡的 盛装亚洲金奖 当我把这些东西都拆掉了以后 它其实就是一件短的洋装 好像天生就要吃这行饭似的 无量仪对于色彩与线条的敏锐度相当高 画好一张设计稿 平均不到两分钟 这股绘画天分从小就展露锋芒 这个美术课程里面老师就发现说 我很有画画的天分 然后在学校也一直在陆续得奖 然后当然就慢慢的有一些画家老师来 就觉得说我是可造之材 他想收我为图 我吸收非常快 那老师也就觉得说 我自己其实只要看图 我就自己会画 透过搭板剪裁逐渐成型 七大学不读改念服装设计科 也因此找到另一番天地 前三名或是拿到学校的时候有什么要表扬 譬如说我们那个校庆的时候 有展出一些服装画啦 素描啊 大概都是我的我的作品 就连高难度的立彩技巧 对吴亮仪来说根本一如反掌 像我用这种比较高级的布料啊 我是觉得用立彩的方式可以呈现他花色的平均分布在哪里 但是很刺激他就是如果你剪错就毁了 看似毫无挫折与困难 没想到在成为优秀的学霸之前 吴亮仪差一点要休学 我从小就怕针 从小的怕针是连那个预防针打针 我都是拍到最后我一定要等到最后那一个 然后打下去我还是哭着出来的那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我差一点要休学 靠着对兴趣的热爱 克服深层恐惧 吴亮仪在专业表现上的突出 以及唱跳俱佳的多元才艺 文武双全成了学校风云人物 只是没想到大三那年的一场车祸 翻转了他的命运 我在淡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车祸 在以前来讲是差一点要节肢的 然后休学 帮忙回到乡下 然后脚完全不能走 甚至必须在地上爬 这一次的车祸 然后医生就跟我宣布说 你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再跳舞 一辈子都要拿管杖 每天告诉我自己 如果要这样子再继续活下去 我干脆一手了之好了 天之娇女一世之间跌落地狱 对无量仪而言深不如死 所幸恩施施素云的开导 让她再次找到活着的勇气 倔强个性也为她创造出奇迹 凭着课堂上学到的美姿美仪 竟然就这样修复了双脚 还因此开启了后面成为秀岛的契机 原来我车祸受伤 难道就是要让我来训练人家 怎么走台步 甚至我怎么去矫正人家的那种 脊椎侧弯 很严重的学生 但是能活下来 我就觉得我一定能做什么 所以我一直在付出 一直在贡献 我也没有想到 未来会走什么样的路 在那段时间 其实累积了非常多的 对我来讲 不管是读小说 我看小说也好 甚至金庸 武侠小说我都看了 然后结果 我现在在做戏剧服装展现的时候 我就 怎么现在用到了 去年为金马奖设计的包擎天系列 用大量的古代东方元素 结合西式立体剪裁 让不少人以为是出自 国外设计师之手 派克任务那种非常西方的帅气 跟我们东方包青天那种 官的那种感觉 把它结合在一起 数十年的秀工 加上新形态的创作思维 即便是一块铃片 无量仪也能玩出型花样 它是高科技的一个布料 反光布料 这些布料对我来讲 这是材料 我可能会把布料整个分解 再重组 然后变成好像在画画一样 再做一个艺术品 所以你要教我做第二件 其实很难 介于时尚与艺术之间 无量仪也难给予自己一个定位 现在她努力的目标 是想让选手到国外走秀时 能够穿出真正有台湾特色的衣服 这套为2006年地球小姐总决赛 创作出来的改良式旗袍 以中西合璧的设计拿下冠军 让不少外媒惊艳 她因此鸿回国内 一度被称为国服 更开启了无量仪的创作之路 它有结合一点东方的味道 又结合了西方的礼服 但是又不能像一般的白纱 那我就脑海里面想到 飞天的概念 所以有了这一个水秀出来 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视 宗教信仰的国家 那当时不够不尽呢 就是在心经的一段话 所以我就在尝试说 怎么样把这种书法 可不可以写在这个布料上面 然后呈现我们 我们一种文化 美学的文化 找到方向后 无量仪开始从本土文化取材 陆续创作出许多 充满台湾意象的民族服装 然后其实这一个呢 我希望它以后可以成为 我们的传家宝 以传统强调鲜艳色彩的名秀 结合神明衣特有的立体刺绣 还有台湾蝴蝶王国的美称 号称最美嫁衣 我希望每个新人都可以有一件 这样子的一个云间 然后他结完婚以后 他这一个就变成一个艺术品 他可以挂在墙上的 为了创作投入大量积蓄 即便一开始不被认同 无量仪依然责善固执 家人都说都笑我 尤其我爸爸当时我在做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不能理解 你给人家请 你的薪水这么高 你为什么不要 然后你又不卖 就算人家要给你买 你又不卖 那你又一直投资 到底在投资什么 看不懂 我只是觉得说 我想要让我的学生 我们台湾的选手出去 能够穿出我们自己 台湾的文化特色 凭借着热爱的创作 屡获国际比赛冠军 除了有合作厂商找上门 更有一群子弟兵 自愿跟在他身边 一同推广理念 学生李吉祥就是其中之一 外形亮眼的李吉祥 16岁就跟着无量仪学习走秀 原本自在伸展台前的 光鲜亮丽 最后却选择退居幕后 成为无量仪 最得力的左右手 我在做帽子都会 以老师的主题 老师的创作 那以他的中心 那再衍生出一个 属于他的一个冒冠 那是我们两个合作以来 一直有的一个 很好的默契 我觉得老师很多东西 可以让我去学习的 那从中我们就会 幕后了很多 因为老师很棒 他是可以接受 年轻人的想法 对 他也可以接受 我们对他的批评 所以我也可以接受 他对我的批评 虽然我是他的贵人 可是我觉得 他也是我的贵人 如果没有他开启我这一端 逼我走向服装设计 再继续精进的这一端 我觉得我今天 不可能是这样 亦师亦徒亦友 跟在无量仪身边的学生们 像工作伙伴 也像是家人 人生至此似乎已圆满 只是在他心中 始终有个遗憾 因为我爸妈都算很 很年轻就离开了 所以 算是完全没有看到 我后面发展的这一段 甚至我妈妈 我觉得我妈妈离开的时候 可能还在担心我 以后不知道怎么办 老天爷是 给我一个很好的天赋吧 那我就是要好好把我的才华 我的天赋 把它好好地发挥出来 然后希望我以后走了一天 人家展示 可以看到我的博物馆 典型的艺术家性格 却有着非典型的运动家精神 无量仪为自己写下 精彩不凡人生 这位跨足时尚与艺术界的奇女子 继续发挥她的超时创美学 引领新潮